蔣志剛飾演的角色叫鄭福田 他是一個黑幫的分子 他負責販毒 絕對是一個大販派 但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性格 就是他的家庭觀念非常重 荃叔, 關上電視去吧 不然餐飯也不知道吃到什麼時候 對了, 只顧著看電視不吃飯 大販幫, 你太真了 是嗎?原來我最頑皮 兒子, 你們乖 其實最乖的就是媽媽 你哄我沒用 你別忘了答應了方方 考琴過了, 要跟他義重舟 沒問題 很多人都會覺得 蔣志剛彈琴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蔣志剛彈琴是不行的 這次說蔣志剛彈琴是古典音樂 足足用了一、兩個月的時間 每天都要操練, 現在都可以了 老師, 這段怎麼樣? 都不錯, 不過我們多練幾次再熟一點 鄭先生不用這麼緊張 好… 我和陳豪這個前獨王 根本就是基本上他是我大哥 我就是跟著他 所以因為這個前獨王 他坐牢的時候 鄭福田覺得這是他自己上位的好機會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人 是明爭暗鬥的 鄭福田就很嫁妓 陳豪他走出來的 因為他不知道他回出來的時間 會不會上回他的位置 你看我現在每個星期要去做化療 我還有什麼本事 去吃得住老鬼他們呢? 人是要懂得進退的 這公司每年的盈利 坐底是有幾億的 你坐了十年牢, 就駕駛大旗吧 剩下的日子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次我的角色名叫沈淑賢 是福田的老婆 我又不會很管她的事 但其實我很擔心 旁邊觀察, 可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會擔心, 我會在背後幫她 你不如先帶三個女兒去台灣吧 我是不會把我老公走了 我怕我過了 她去, 我這輩子都看不回她 我知道我老公曾經說過 只要想到杜菲 她就會扔下官司馬上飛去台灣 是嗎? 她有說過, 這樣又怎麼樣? 你沒看新聞嗎? 黑仔和一群人都想不到她 黑仔做不到的事 我相信文華哥你一定能做到 如果過兩天我在電視看不到杜菲的絲 我就會將你在監獄跟我說的事 全部告訴福田 我和定欣也有點對手氣 在裡面, 我很希望她可以出手救我老公 我本來和她都認識, 但對著她開工 我還是會有點緊張 張小姐 文華這檔生意應該有餘你 你肯開口的話, 她會幫的 嫂子, 你想我說什麼? 你和文華做這檔生意應該都找不少 沒必要餵老鼠屎, 搞我成我一族 文華就說不捨得犧牲杜菲 張小姐你不一樣, 你和杜菲沒有感情 她很好, 她沒有給我壓力 她也會給我一些提示 有些位置我做得不好 她也會…她用一個很舒服的方法 告訴你, 其實怎樣會不會好一點 讓我自己去領悟那件事 她就會…一個很好的前輩 會浸一些東西給我聽 我自己又會想想應該要怎樣去做